大家好,我是琳琳 大家看这个太阳挺足的 但是它确实挺冷的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冷法吧 和我们东北的冷法还不太一样 我就觉得日本挺冷的 我呢,现在是在家附近的这个小公园里面坐着呢 我为什么会坐在这呢 应该算是离家出走了吧 昨天晚上呢,我就跟柚子爸吵了一小架 今天早上起来呢,又吵了一大架 为什么会吵架呢 就是日本这边现在不就开始放这个年假吗 因为日本是过这个1月1号这个新年的 然后日本就开始放年假了 放年假,昨天晚上吧 他就开始把他的鱼竿就拿出来了 拿出来就开始收拾他这些钓鱼的东西 我一想呢,他肯定今天就是准备要去钓鱼啊 然后我就问他了一嘴 我说你准备要去钓鱼吗 他说是 然后我说你别去了 因为这放假了嘛 我说你就在家陪孩子吧 然后他来这儿了 他说,我这个就钓鱼这点爱好了 你还不让我去 我说我不是不让你去 我说 我说那个什么 我说你今年你是爱上这钓鱼 我说哪一星期我没让你去 我说就这两星期吧 你每次一走的话都会把小柚子惹得哇哇哭 我说你这周你就 这个放这个假你就别去了 你在家陪着孩子 因为这小柚子现在就是比较愿意和他爸爸玩 因为他毕竟是男孩嘛 所以就比较依赖父亲更多一些 那么就是他好像更多是喜欢父亲能多陪他一些吧 然后我们俩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吵了 吵了之后吧 昨天晚上他倒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就想着他今天就不能去了嘛 因为话都说到那了 但是他这个人吧就主意特别的正 今天早上吧 天还没亮 我就听见他闹钟响了 闹钟响了 我就觉得他肯定又要去钓鱼去了 然后起来之后嘛 我就说 我说你非得要去钓鱼去 他说啊 我就去一天 我说我昨天都说到那了 你还去 然后就这样 我俩就吵得特别的严重 然后我就给小柚子做完早饭之后啊 我就越想越生气 我就洗个脸 收拾了一下 我拿着我的包我就出来了 然后出来之后我就发现 我没有地方可去 真的不知道该去哪 不知道该去哪 然后 因为我在日本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娘家的人 就没有娘家的亲人 所以说连一个依靠 就吵架了连一个后盾 连一个依靠都没有 虽然说朋友有那么一两个 但是离的都很远 离的很远不说 现在还是疫情 我也不能去上赢家去 给赢家添麻烦嘛 所以呢 我就坐在这小公园 我就越想 就越觉得 心里很不舒服 因为 我也不知道该把这件事情 跟谁说 所以呢 我就坐在这里 录了这期视频 就是想 想就是说一下 我的心里能舒服一些 好受一些 然后更可笑的呢 是我拿这个包 我竟然还把我的护照 带出来了 我带出护照 要是放在以前吧 说买张机票 还可以回国 但是现在吧 回过 回一次国 真的不是说 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我现在就属于 无路可去 所以不知道该去哪 然后就想着 先在这里坐一下 冷静一下吧 以前呢 虽然说也吵过架 但是这一次 是因为孩子吵架 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父亲 应该做的呀 他应该陪着孩子嘛 因为小柚子 就是现在 就是特别 想喜欢和父亲 在一起玩吧 喜欢和爸爸 在一起玩 所以呢 我就 跟他吵得这么严重 吵得这么严重之后 就特别的生气 因为现在在家 不想看见他 所以呢 我就出来了 出来坐在这之后 真的发现 没有地方可去 你说 来了这么远的地方 想 然后现在因为疫情 想回国 还回不去 就觉得 心里很难受吧 这件事情呢 我也不想和我父母说 因为不想让他们 为我担心 毕竟我们隔得挺远的 所以 我就觉得 就是 在家人的时候 一定不要走 太远的地方 太远了 太远了 感谢观看